一 搬到家里摆一牌 照一张相 打喜充满坐在那里 我觉得有点可惜 虽然你愿意请法宝 但是你没有真正深入精湛智慧如海 所以佛教徒做功德也要有智慧跟眼光的 好 接下来看下面 在看之前请翻开第四页前言 先看第一个标题 一切修行的根本 The root of the old practice 心 梵文叫Jitta 藏文叫Semba 英文叫Mide Mide翻成心 Midefulness翻成念头 英文这两个用词有不同 是南传 北传 藏传 教法实践的下所处 请看幻灯片 这是中国大陆重庆大族石窟的六道轮回图 我非常喜欢这一张 有很多年我问问说 师父 我很懈怠怎么办 拍一张六道轮回图 放大 放在你房间吧 每天看着它 我相信你应该不干混得太凶的 所以图像对你是有紧接的作用 看中间是佛 代表我们的佛性 每个人都有佛性 像你心中有钻石一样 要经过磨练 六道轮回大家知道 三善道跟三恶道 对不对 上面六道轮回图里面有个很大很可怕的那个恐怖的头 代表 一狗 我直 众生为什么会轮回 就是因为你我贪生之烦恼 所以无论任何的经典 你要从哪里下手 十善业道经 所以各位有耐心一点 过一阵子净土犯音 希望一个月以后 他们很辛苦 一个月以后就会出 把弹导我讲的十善业道经 我又重新做科办 又做了九十页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修行的目的是在心 可是你要先认识 每个人对心的理解不同 心也有真心 忘心 有深浅 所有的大藏经里面 不同的经论定义是不一样的 我知道 了不起的阿姜查跟阿姜曼吧 阿姜曼尊者 他曾经在圣灵里说法 他说所有一个人 每个人都应该读一步心 指着自己的心 可是问题是 这个要看根性 有些人多生多节修行 一个法门他就能够 可是有些人是不能够 所以有无量的法门要学 接下来看 西藏的六道同回徒的抗坎 注意六个徒里面都有一个佛 六道轮回像六度空间 六道轮回是按照众生的业力 可是今天为什么每一个六道轮回里面 有一尊佛呢 那是佛的愿力 各位读过地藏经 地藏菩萨做过光木女的时候 跑到地狱去 然后碰到了无独鬼王 他问他这是哪里 他说这是地狱的大海 他说为什么我会来呢 来地狱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业力 一个是什么 愿力 所以一般的众生都是以业力而轮转 所以会很苦 那在六道轮回里面 要让他一生就出轮回的有很多法门 第一个大方广佛华严经 第二个大称妙法莲华经 第三个摩赫波罗蜜经 大波罗经 第四个诸佛国土的净佛国土 包含西方极乐净土 当然也包含东方净土 所以这四个法门 是中国大称佛法的精华 就像一个桌子有四个脚一样 大称佛法本来就很殊胜的 所以我讲完华严经 然后我希望弘扬法华经 将来还有机会 我还会弘扬波罗经 最后老一点的时候 再讲阿弥陀经 因为已经很多人讲了 但是我解法讲的 一定会跟别人不一样的 我做我自己能够浅薄的贡献 所以这边有一个问题 你要在轮回里继续轮回 那就是造恶业 初轮回要靠什么 要靠广大的怨心 所以文书 普贤 观音 地藏 都有广大的怨力 所以每一道里面 都有一个佛的化身 接下来看 在六道轮回里 这是补充资料 你可以抄一个号码 大政杖725号 跟大政杖726号 都在第17册 有讲六道轮回经 在725号 有佛说六道截陀经 是所谓的法天法师翻译的 第二个726号 是马明菩萨及 中国日称的法师所翻译的 这么多的经 为什么都不去读呢 对不对 其实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佛法的 中国的从威晋南北朝到唐朝 中国一千到一千五百多年 到影响全世界的华人 佛法都很殊胜 中国的历代高僧的功德力是很大的 连第17次大宝法王都公众的赞叹说 中国高僧的加持力是非常殊胜的 希望各位有空可以去看这两部经 再看这是六道轮回的总说 总说 这是另外一幅六道轮回图 接下来再看山善道 天上阿修罗跟人间 天上顾名思义 就是修福修慧 修四无量行可以升天 人间大家都看到 人间里面在六道轮回你可以看到什么 畜生鸡鸭狗猫 还有一个恶鬼道就是阿修罗 虽然很有福报 但是是战神脾气很坏 但是要注意 我讲这个意思是 你要常常反省自己 你种的是什么因 很多人都觉得 我是行菩萨道行菩萨道 我好好用功念佛啊 对不对 人家一不顺他 他就称心非常重 我跟你讲 你将来是会变战神跟阿修罗的 因为真正的菩萨是没有真心的 真正的菩萨道是柔和的 是谦卑的 你虽然学大乘佛法 但你没有看你的心啊 所以心是修行的根本 你不要认为说 哎呀我一生不失 做功德 我都会背经 你每天脾气非常大 灵病中的时候 发现阿弥陀佛没来接我 怎么这么多阿修都来接我呢 那是你种这个因 本来就得那个果嘛 所以这是我的用意 各位都知道六道轮回图 可是你要深沉反省 我每天动的是什么念头 先来 三恶道多 地狱恶鬼畜生 假如我们学了佛 不管你学南传北传藏传 不管你多精进 表面上你都很用功 可是你的贪嗔之像海水的一样 波浪波涛汹涌来浮动 那要小心一遇到恶缘会破戒 二遇到恶缘会伤害众生 第三你可能呢 就进入万岁万万岁了 所以听好 真正休息呢 你在这里 我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 早上起来的时候 不要匆匆忙忙 一起来 哎呀不急了 了不起了 对不起要去刷牙洗脸 妈快点啊 我来不及了 你就破口大骂 错 早上起来的时候 在床上半小时15分钟 先不要下来 先静坐一下 念念佛 静坐一下 我今天生命这么可贵 今天我要整个行菩萨道 然后呢 才刷牙洗脸 洗自己的脸 也要洗自己的心啊 很多人都执着啊 早晚课 其实早晚课 是丛林里面 向军队训练的 其实随时随地都做早晚课 我到全世界的地方 都一个很有耐性的 大家都列个表来 师父我的早晚课 晚课是呢 要反省你自己 你每天睡觉的时候要反省 对不对 无日三醒无声啊 我今天有没有起贪嗔痴 有就要忏悔 没有 我很欢喜 我今天到底帮助了多少的众生 我做了多少的善法 我光怀了多少众生 最难的是 你生病的时候 别人比你痛共苦 你都还能够去帮助他 鼓励他 那你才叫做 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徒弟吧 很多人只是在表面上学 佛法 可是要再加油 我没有否定 我自己也念经也念佛 但是更深一层你要看到 你修行的根本是心 你慢慢经过十年 以高僧传我分类 最顿根的要五十年 下根的呢 还有些要三十年 中根的要二十年 立根的要十年 中国内在的高僧传里面 开悟的人很多吗 你看六祖慧能大师 一生在座下开悟的有四十三位 所以你真的应该好好的精进 你的生命的目标在哪里 这要想一想 再看一下我们所居住的这世界 叫南瞻步洲 这是南瞻步洲的西藏的壁画 再看细围的 中间有一个须弥山 然后呢 旁边四大海水 有看到了吗 有三个 就是四大天王 有没有看到 应该看得到吧 还清楚 如果不清楚的话 可以建议 灯光我们会尽量调 然后呢 南瞻步洲 听好 我们叫南瞻步洲 所以须弥山不在地球 我可以告诉你 所有的结论就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须弥山 是喜马拉雅山的话 那北巨卢洲 是没有善根 那北巨卢洲 刚好是西藏 所以南瞻步洲 是在太阳的银河系的 外面的外太空 因为南瞻步洲 是按照日月 这样绕着中心转 所以这个是南瞻步洲 有我们所居度的 有上去 有二十 有 对不起 有二十八层天 每一层有三十三天 第一层是什么 四大天王 这就是四大天王 再接下来再看 天道里面 天道的众生都很有福报 相貌很庄严 但是享受各种娱乐 天道度众生的呢 有很多菩萨 现在就有一个最伟大的 弥勒菩萨 南魔当来下身 弥勒尊佛 在那边讲经度众生 在西藏的经典里面 简单说 有三个菩萨 在六道众生里 度众生最多 第一 观世音菩萨 四必观音 或千手观音 或圣食音面观音 第二 大智文书菩萨 第三 金刚守菩萨 金刚守菩萨 是大势智菩萨的愤怒相 那这三个菩萨里面 一般来说 它都可以六道千百亿化身 可是越高的部分 天道是弥勒菩萨 还有谁呢 文殊菩萨 还有观音菩萨 为什么天道的众生相貌都很好 你要相貌比它更庄严 它才会听你讲经的 那人间呢 人间跟地狱里面呢 最多的还是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还有金刚守菩萨 那越往下的话呢 地狱恶鬼出身 很苦的地方 大部分是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跟金刚守菩萨 除非人家过去 跟文殊菩萨有缘 或普贤王菩萨 所以六道众生里面 都有佛菩萨千百亿化身 但是继释迦摩尼佛 在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才成佛的是弥勒菩萨 请看 这是天道弥勒菩萨的眷属 它也有两眷属圆满 接下来 这是在印度智慧林 席度仁波切的弥勒菩萨 有两层楼半高 全部是铜流金 而相宝石的弥勒菩萨 所以这跟我们中国 一般想的弥勒菩萨 都是圆圆的胖胖的 不带和尚不太一样 那个是化身佛 现在你幻灯片 所看到的是爆身佛 你看到的弥勒菩萨的右边 是宝贫 如意宝贫 左边是转法轮 所以有很多正宠的 弥勒菩萨的经典 是在中国的弥勒上下身经 很有趣的是在 魏晋南北朝到唐朝的时候 下一次会讲 云刚石窟的时候 会发现 阿弥陀佛的信仰非常兴盛 弥勒菩萨的信仰非常兴盛 所以弥勒菩萨 它头上是戴五方佛的宝观的 这是非常非常庄严的 所以你真正修行话 弥勒菩萨也会互念你 在这里我就先讲答案 妙法灵华经有两个流通 第一念妙法灵华经 离命中时会见到弥勒菩萨 跟天上的大菩萨来见你 这是第一个流通 第二个念妙法灵华经 在药王菩萨本视频 也可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阿弥陀佛是不会吃出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也不会吃出阿弥陀佛的 我们凡夫才会打架 不相信你去读弥华经吗 真的 所以我觉得 显密是圆容的 南传北传藏传都是佛讲的 应该多读一些经论 不要妄加批评 当然你度哪个众生都很好 就像药士经说 灵命中有八大菩萨 你菩萨都有神通会放光 他会看你的愿心跟意识 假如你要求生东方要是净土 他一定不会送错的 你要去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也会送你去的 他不会说 你要去极乐世界 要是佛说慢一点回来 他很忙的 不会跟你讲这个话的 那都是凡夫的分别心 佛任何一尊佛都是无我 任何一尊佛都是想 佛度有缘人 我用哪一个方法 跟哪一尊佛能够度他怪速成佛 其他佛都随喜功德的 所以法门不要毁报 接下来再看西藏浙瓣士的弥勒菩萨 这是有点油灯的 非常庄严 弥勒菩萨在兜率天说法 接下来再看西藏布达拉宫的弥勒菩萨 这是供养打赖喇嘛的 非常非常的庄严 所以你看看佛教 力以广大的众生 佛教在不同的国家 佛教在不同的历史 跟不同的文化 是对人类的文明有很大的贡献的 接下来假如有机会到北京 雍和公 这是康熙雍正乾隆 尤其乾隆皇帝呢 发心三个家人发心 供养的白沾檀木雕的五层楼高 弥勒菩萨 所以弥勒菩萨并不是你想想的说 就是肚子大大而已 所以各位联友如果有机会 那是化身佛 当然中国人你都很欢喜嘛 我发觉新加坡人也蛮喜欢的 因为每个人都圆圆的 所以那是化身佛 这是弥勒菩萨的清净说法印 上品说法印 所以在这里 在《妙法连华经》第一品 谁站起来讲请起讲经说法呢 弥勒菩萨 他问谁 各位你们都不是读高法华经吗 他问大智文书是利菩萨 他问说今天佛为什么放光 照片东方横河杀树世界 与会大众都说不知道佛今天要做什么 这时候弥勒菩萨 他是下一尊佛 他想在所有的佛菩萨里面 谁最有智慧 大智文书是利菩萨 所以他就问文书菩萨 你过去是 你听过佛讲经吗 请问佛今天要讲什么经呢 佛就讲了 文书是利菩萨就讲了一个故事 讲了很多故事 最后呢 他就说过去呢 他有一个五百个弟子 那他的弟子里面有一个呢 每天呢 出了家 讲得圆圆的 不太爱修行 每天就出广节善缘 都发经典给别人 你要念啊念啊 你们都要回向给我啊 对不对 回来呢 禅坐的时候就打瞌睡啊 然后呢 文书菩萨说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你呀 弥勒菩萨 你过去是哦 也当过我弟子啊 对不对 你每次呢 在五百弟子里面 你是最混的 但是你福报蛮大的 也是多生多节修的 所以你看过佛放光 今天呢 这个光你过去见过 所以这是佛要讲 大乘妙法莲华经 所以就开始 起请米勒菩萨 问文书实力菩萨 得到答案以后 起请释迦摩尼佛 讲妙法莲华经 第二个 当所有的经呢 讲完的时候 有很多菩萨出现 有观音菩萨 妙音菩萨 最后一个是谁呢 普贤菩萨 所以你看 华严经跟法华经的架构 都是一样的 华严三圣 知道吗 所以米勒菩萨 是很了不起的 这个是畜生道 我们大家对畜生 要生起悲心 接下来是恶鬼道 接下来以一杯水为例 我们讲修心 心不同 唯心所变 唯事所现 天人看到一杯水 就像甘露一般 若是人道的众生 就是一通普通的水 比如说现在 大家供养法师 就放在桌水 可是所以在大乘里面说 蒙山诗石的时候 严格说 法会桌上不可以放水 这点要注意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在恶鬼道 看到的众生呢 是全部污垢的浓血 在畜生道 以鱼来说 整个水啊 湖啊 大海 就是他的家 恶鬼看到 就看到的一杯水 我们看到是很干净的水 可是他却是看到浓的水 所以真正在严格 蒙山诗石的时候呢 正式开始法会的时候 所有茶杯都应该收起来 我以前到场是这么做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你放蒙山诗石的时候 所有的幽民届众生都来 然后每个法师上桌上都这样 然后一人喝一杯水 哎呀 这么多水 他通通都跑掉了 这是真的 为心所变 为事所谢 所以应该先喝水 然后在法会过程中 吞口水 不要喝白开水 接下来 在地狱所看到的众生是什么呢 是沸腾的热水 会伤害他们的 可见同样一杯水 六道众生因为自己的业力不同 所以所显现不同 我们在天上住过 我们在人间旅游过 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也投胎过 其实我们也当过酷哥 也当过辣妹 也当过帅哥 也美女 我们都忘记了 我们也当过男众 也当过女众 我们也当过在家 也当过出家 那时候你会记得呢 当你震入大乘三昧的时候 过去是就像幻灯片一样 你就会看到自己很多事 有些人羞耻若很好的话 在梦中也可以看到自己的过去事 所以因此我觉得对于众生 我们呢在六道轮回里面 我们都迷失过 所以听到殊胜的佛法应该精进修行 那请问这轮回的根是什么呢 贪嗔痴 所以在西藏的汤卡里面 最中间呢 贪是用鸡 秤是蛇 鱼吃是用猪 你看鸡 看到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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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也拙 坏的也拙 贪得无厌嘛 蛇呢 秤心很重 为什么剁着蛇身 秤心很重 有些人假如你修行不改脾气 人家一听到他的名 哎呀赶快跑啊 因为你的秤心啊 吓到众生 鱼吃心是什么 猪糊里糊涂的 对不对 肥肥的被人家杀 这就是他的夜报 所以真正贪嗔痴的三毒烦恼 我们修行的根本是什么 就是要转化我们的贪嗔痴 不管南传北传藏传 不管无量的教法 都是要转化你的贪嗔痴 但是每个人的烦恼习气不同 在转化中最快出色的是什么 大乘妙法灵化经 跟花燕经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介绍的一个原因 再加上 我们做一个人是很尊贵的 人生难得 我们五根 我们的所有五根或六根都具足 第二我们身心没有障碍 第三我们听闻佛法 佛曾经对阿南说 阿南 佛表演一下 拿了一个土 问 我手上的土多 还是地上的土多 佛说 阿南说 世尊 当然是大地的土多 还有 你掌上的土很少 这时候呢 佛就说 大地的土像 云云的众生 真正得人生的只有掌上土 佛曾经用这个呢 批育过很多个故事 我讲的是其中一个 对不对 我没有讲错 第二个 佛又把这个沙这样一放下来 请问我掉下去的沙多 还是我指甲上的沙多 请问哪一个多 各位你们都入定了 哪一个多 掉下去的沙多 所以佛说 真正的学佛就是指甲上的沙 各位的联友 我们就是有福报的 我们过去曾经说过很多的功德 做了很多五界十善 所谓这里讲 十界清净呢 是指什么 你过去造了很多 帮助别人却不伤害众生的善法 所以你会得人生 你要很珍惜 但是得人生的几率很少 很少的 哪一生你会不会当人 是不晓得的 佛也曾经呢 批一个说 在虚名山顶放一针谢 然后呢 虚名山顶下面有哪一个针 他刚好这样针 穿过 对不起 穿过 对不起 穿过 这是得人生的几率 注意 比你中乐透 跟大家乐 被闪电打到的几率还低的 所以得人生是很珍贵的 这张符我是在慈基功德会拍的 人生是一个宝 人生一个殊胜 人生为什么是宝呢 人有佛性 每一个人不论在家出家 男众女众 不管你是残配或健康 不管你是任何种族 任何的族群 你都有佛性 你的佛性呢 钻石没有磨练 所以这比喻如来藏 虽然是我们是佛教徒 但其他的宗教 我们要尊重他 他还没有遇到佛法 搞不好他学佛的时候 就比你快成佛啊 在法华会上 不是有一个龙女成佛的故事吗 龙女一转身就成佛 在大乘里面呢 或是小乘里面 常常会有一个脸友都问说 哎呀师父我业障是不是很重 我是女重 少修五百年 这个问题其实是在南传的经论这么说 大乘里也有提 但是我告诉你 事实的真相是 你都当过男重跟女重 所以不要太执着这样 可是在法华会上的时候呢 龙女转身成佛 就是表演呢 给至极菩萨 还有 舍利佛尊者 这些人都说 女生是有五种障碍 不可能成佛的 所以龙女呢就拿了一个摩尼珠 供养释迦摩尼佛 她说 这样子快不快 那 舍利佛跟至极菩萨说很看 她说 尊者 你注意听哦 我一刹那刹 转身成佛给你看 所以女重还是可以成佛的 这时候呢 山河大地 六变震动 龙女呢 就往南方 无垢世界而成佛 这时候 至极菩萨呢 跟舍利佛尊者 跟一些僧文臣呢 就点点不敢说话 所以在大乘里 男重跟女重是平等 注意听 进入金刚乘 男重还要恭敬女重 为什么 所有的人都是妈妈生的 妈妈代表 波尔波罗蜜的智慧之母 所以藏传的金刚乘 十四字戒律 有一条 不可以轻视女重 轻视女重 是犯金刚三昧野戒的 我想带出很多都点头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 一切的像都是虚妄的 男重跟女重是虚妄的 所以在后面 我讲经的时候呢 你就不要常常问这种 男女的对立的问题 这是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 no argument 所以做一个人 很尊贵 好 接下来看 第四页 一 修行的根本 心很重要 再看第二个 圆满自立与利他 Complete practice for yourself and the others 自立与利他 自立要按照烦恼无尽试愿段 法门无量试愿学 两大原则 要深深适适 敬畏来机的 努力跟精进学习 我知道我来到新加坡 跟很多人有缘 但是有些年有呢 听到我的诗 佛经也很欢喜 但是有些人哦 心量还是蛮小的 听到跟他原来学的 佛法不一样 他就呢 心脏冻不掉 对不对 我发愿深深适适 法门无量试愿学的 成佛绝对是这样 no argument 过去现在未来 至于某些法师 讲一门深入 讲善巧方便或次第 那是每个人的因缘不同 不要去再争辩 也不要再问我 师父 一门深入跟广学多文 有没有冲突 没冲突 你愿意听 请你听 普贤十大院那一套CD 我讲得很清楚 不要有强烈的分别心 有一天有一个连友说 师父你要常常来 我说为什么 我 不跟 他说呢 在新加坡有很多连友 南传北传战传 有些很欢喜的连友 连友呢 听到我才知道说 原来显密是原容的 原来南传北传藏传 都是释迦摩尼佛 学学的教法 在新加坡 藏传佛教也非常兴盛 我也很赞叹 只要真正的正法 西藏佛教虽然很殊胜 但要小心 要抉择 因为末法时代呢 龙舌混杂 凡胜同居 所以成佛一定是法门 无量试验学 至于你学哪一部经 度哪个众生 跟哪个有缘 在无量无缘的空间里面呢 你要有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 你对你这个法门 不管你学什么经 你学法华经 或学楞严经 你要解跟行 你不但去修持 还要了解 要解形相应 但是这样你能不能度众生呢 不太容易 你只能度 跟楞严经有缘的众生 如果跟楞严经没有缘 那怎么办 它还是有佛性啊 所以佛开无量的法门 要度无量众生 那假如你还要度广度众生 要度到像普贤行愿品说 静虚空遍法界 十方三世 无量的岔土 无量的众生 你都要度它成佛的话 那你就要学 楞严经跟其他法门 是什么关系 你学观音法门 观音法门在整个 大乘佛法里面的 道次第里面是哪个位子 这不论在家出家 都要很真正地认真去学习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断烦闹你才得心地清凉 学法门你才能够智慧增广 辩才无碍 对不对 你才能够度各种众生 第三个 显密是圆容的 combination of the Mahayana and Vajrayana 不敌人 是因为众生是无量无边的 但不同的动机 与回向的方法不同 所以果报也不一样 中国大德曾经说了一首祭颂 在你的讲义第四页的第十行 也有说 佛说一切法 未知一切心 若无一切心 何须一切法 佛说了 无量无边的法门 就是因为度某一类的众生 无量的众生 为了对峙云云的众生 大家想 大海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鱼 各式各样的众生 有小丑鱼 有接吻鱼 有鲨鱼 有鳄鱼 对不对 你看众生的夜报果报不一样 但是所以他投胎到人间的时候 他的习气也不同 有人喜欢是一个人修 有些人喜欢跟人家合格 动物里面也有发现 老鹰都一个人飞 海鸥是一群飞 所以每个习气都不一样 所以佛要度无量的众生 当然必须学无量的法 再举一个例子 佛像无上大一王 就像在中药铺的老板 你总不能学一补铁 十拳大补完 走遍天下吧 可以 你会度很多众生 也会毒死很多众生 因为为什么 他的身体体质很好吃了呢 就是十拳大补完 会更壮更健康 这叫做药到病除 但是万一你也知道 在中药里面 有人是虚的 有些人是热的 有人是食的 有人虚的 你也知道 感冒的时候是不能补 先要把感冒治好 假如你感冒给他吃 十拳大补完 那叫做药到命除啊 是不是呢 世间这个比喻都很容易懂 那何况无量的殊胜的佛法 若无一切的众生的云云青 何须说一切法呢 所以若有在家出家 你专心弘扬一个法门 我真诚地随喜赞叹 但是不要批评别人的教法 不要毁谤别人的功德 你不要认为你自己修得很好 到时候呢 你希望你去极乐世界 希望去敬佛国土 可是你种的因是棒正法的因 那真的就是会万岁万万岁的 这是我真心话 第四个 法华经有什么殊胜的功德呢 法华经的功德有很多很多很多 我讲也讲不完 但简单地讲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回小向大 回小向大 就是小成跟大成 因为我们读了很多经说 哎呀 你们现在大小成是你们自己讲错 佛在世的时候 在就讲大小成 真的本来就有大小成 学术里面现在辩论说 小成他们呢也有菩萨道 小成的菩萨道跟大成的菩萨道 就是不一样 听好 在法华经里有个举例 佛也为五百弟子授记 你当然也可以说 穆坚连尊者 加设尊者是身文圣者 他们也有菩提心广度众生 但是他要跟观世音菩萨比的话 那还差远的 所以听好 大小成不是佛的分别 而是大成跟小成 心量不同 愿力不同 度的众生所缘近不同 空性的体悟深浅不同 所得的果报真的不一样 但是我们也很注意 遇到小成的圣者 泰国或斯里兰卡 Telavada佛地人的法师来 我们也很恭敬 为什么 他起码有一天可以证阿罗汉 假如现在有个阿罗汉来 我绝对会给他顶礼 为什么 他是圣者 他身心都清静了 但是我对自己也很有信心 我生生世世 绝对不做大阿罗汉 我要做大成独萨 这是我的愿心 所以你对自己 谢谢 你对自己学的大成佛法 不要呢 没有信心 对不对 他是圣者 是阿罗汉 没有错 天龙八博也赞叹他 但是你有个大成的菩萨 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中国道宣律师 道宣律师是很了不起的律师 南山律的祖师 有一天 他听说 亏几大师 亏几大师是玄庄大师的徒弟 亏几大师是非常聪明的 成愿再来的菩萨 但是他有点习气 他是呢 很喜欢东西 所以他出门的时候都好顶布车 很多的享受 还有书都有 那亏几大师呢 是一个很有善根的 弘扬为师中的祖师 有一天 道宣律师 听说亏几大师 得玄庄大师的真传 而成立为师中 他就故意呢 有一点交慢心 请他来 来做什么呢 来应供 为什么呢 因为道宣律师 中午吃饭的时候 不是吃人间的食物 是天人来应供的 天人都是用最好的食物来供 因为他是伟大的律师啊 尊重他 结果呢 有一天他请了亏几大师来 亏几大师来 谈到佛法很高兴 他就想炫耀一下 待会11点 天人就来应供 结果11点半还没有来 12点糟糕 不能吃饭了 他就觉得很惭愧 最后喝杯水啊 打声招呼 亏几大师就走了 他说没关系吧 下次再谈吧 结果这时候走了 已经过了12点了 大家知道 持午是不可以超过12点的 对不对 南川佛教也非常坚持 结果呢 他过了以后呢 这时候天人来了 赶快来赶快来 道宣律师就有一点生气 他说你怎么超过时间呢 你不知道我持午吗 他说律师啊 对不起对不起 今天太忙了 太多人了 他说我刚才挤都挤不进来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满山遍野就是天龙八步啊 大臣的菩萨坐在莲花上啊 因为你今天你家里有个大臣菩萨来 他一听 哎呀原来是窥鸡大师啊 他本来还要炫耀他请他天吃人的饭 没想到他的修持比他还好的 所以听好戒是戒自己 不要看别人 你不要小看别人 你没有神通 当然讲这个故事并不代表我 否定持戒 持戒是很重要 但不要用持戒的标准 去批评大宠的菩萨 所以从这个故事可以告诉你 小川是指心量小 愿力小 所证悟的空性浅薄 所度的众生有限 所以的确叫做Hinaniya 翻成英文叫Senior's Vehicle 大臣叫做Great Vehicle 所以在法华经里面 佛为五百个弟子所授记 所有的人呢 他都是希望他回想向大 所以跟他的像五百大弟子 连阿南尊者 连弗罗纳弥多罗尼子 都在法华会上被授记成佛 所以这是回想向大 所以听好 假如你心量很小 对大乘佛法或金刚乘的教法 不能欢喜接受 你心量扩展不出来 常常送妙法莲华经 你就会回想向大 下一个 请看讲义 第四页第十四行 法华心的另外一个独特风格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practicing on this lotus sutra 是把设三尘教法为一佛城 三尘是身文 圆觉跟菩萨 最后都导规 唯有一佛城 无二义无说 所以 combining with the three approaches into the only one path of the buddhahood 所以法华经是非常非常的殊胜的 所以为什么连西藏的 刚博巴大师都会赞叹妙法莲华经 接下来 第四个 法华经还有很大的功德 一切众生皆成佛 这一切众生皆成佛 出自于华严经 也出自于阿弥陀佛的大院 也出自于妙法莲华经 All sanctioned beings can definitely become a complete enlightened Buddha 举一个例子 身文成 五百弟子授辟品 第八品 佛就亲自为五百弟子授辟说 你现在还没成佛 因为佛在世的时候 很多弟子都会说 奇怪 佛是阿罗汉 我也是阿罗汉 可是佛很多功德 为什么我都没有 佛有很多神通 我也看不到 所以佛跟他说 其实你还没有成佛 他举了一个例子叫 化成辟喻品第七 就说 因为无量的菩萨道 要三千大阿僧齐节 要无量无边阿僧齐节 有些心量大的九修菩萨 他是可以愿的 可是有些初学菩萨 听到 哎呀成佛要那么晚了 算了我就不要了 我绕坡好了 佛会对于那种心量小 要怕辛苦 要怕走长远的路 说快点快点 先证阿罗汉吧 然后给你很棒的 阿罗汉国的功德 像化成辟喻品一样 各种享受 然后你就觉得说 我已经成佛 佛说还没有 门一打开一开 哎呀还有更高的楼阁 这个 佛可以为五百弟子授记 身文可以成佛 这是这部经的书生 另外 很恶很恶很恶的 一禅题 像专门障碍佛的 叫提婆达多 第十二品 佛也为他授记 所以这是法华经的功德 对不对 你最讨厌的人 你不要小看他 比如说你坐在旁边 那个修得不怎么样吗 那个很暧昧吗 这个很八截吗 你看人家都不顺眼 三千大千世界 我最顺眼 其实谁先诚佛不知道 所以法华经里面有一个 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叫做 常步清菩萨 大家知道 请看万灯片 法华经里面有一个 很了不起的 叫常步清菩萨 这一尊 在香光尼寺 指竹灵经社里面 就有一尊 看 这个它献的是生文像 它是菩萨形 常步清菩萨 常步清菩萨 在这个 你看 它合掌 这个是 一般寺庙进来 都是什么 弥勒菩萨多 可是在法华经的 这个子猪灵经社 一进门口 是常步清菩萨 这是释迦牟尼佛 过去的因地 表示说呢 它永远对别人顶礼 听好 它是出家众 还是对一切众生顶礼 所以有人说 出家众不可以对 在家居自己顶礼 其实 那是在某个角度说 常步清菩萨 对一切的众生 都顶礼说 我永远不敢轻视你 你都有佛性 人家说 你也笑 就骂他 打他 石头打他 然后就开始跑 跑到另外一个角落 给他顶礼 我不敢轻视你 他常行礼拜 礼拜就是他的修行方法 然后人家再打他 他躲到山上去呢 还是对你 我又不敢轻视你 这很不容易 代表 我永远不敢看轻 一切的众生 这是真正的礼敬诸佛 所以 在紫竹林经社 一进去的 他不是见弥勒菩萨 待会会看到弥勒菩萨 但他第一个是 常步清菩萨 你念了这么多法 我从来没有看过 常步清菩萨 长什么样子吧 多看几页 对 这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 提伯达多 深深事实障碍 释迦摩尼佛 可是释迦摩尼佛说 就因为提伯达多呢 障碍我 所以能够快速成就我的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就因为释迦摩尼佛 深深事实呢 在忍辱中 修真净 修真上 所以 他可以 广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 第六个 一切众生 都能成佛 代表 身文成 可以做佛 同时 异常体也可以做佛 那在这里 我想到了 就说有人会问 师父啊 我遇到了那些 很讨厌的人啊 或是恶人啊 怎么办呢 其实你应该发愿 回向给他 愿我成佛的时候 第一个来度他成佛 这个你就会转化他的恶业 举一个例子 像释迦摩尼佛 当被格力王割舍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恨他 一般人家割我们的时候 或障碍我们的时候 我们常常是排斥他的 可是你要知道 佛面对格力王的时候 他不但没有称心 格力王说 怎么可能呢 你 因为格力王误会释迦摩尼佛 他在树下打坐 因为他很庄严 所以他宫哥非采迦 就过来给他顶礼 他说你诱惑我的宫女 他说我没诱惑他 我这边打坐的时候 他自己来的 因为宫女看到他 非常的庄严 可是格力王很不高兴 他说我不相信 那我要杀了你 割他的肉 割他的时候 他说你痛不痛 他说我不痛 他说骗人的 然后呢 他就一块一块 把他割下来 因为他国王 下令把他割下来 结果 这个释迦摩尼佛的英帝 五百世忍辱先人说 若我没有真正生气 而从来没有生起身心 愿我发了愿 大地做我证明 然后我的手脚 全部接回来 立刻他的手就 恢复了 现前 哇 那个国王吓一跳 他甚至说发愿 愿我成佛 第一个来度你成佛 他格力王就叫做 交成如尊者 这是很大的功德力 这点各位要学 很多人都会说 师父 我的太太很难度 我的先生很难度 那个我念他拜佳子 真的是每月刷报的月光族 每月花光光 真的很难度怎么办 你应该要耐心 悲心 还有默默的诵经回向 为他做功德 发愿 我成佛的时候 第一个来度他 要天天发 这样的话 你的愿力大过于功德力的时候 佛力也会加持他 所以法华经是很殊胜的 接下来再看 第五页 修行的目标与结果 the central purpose and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practice 简单的说 目标是正道大乘的法华三昧 法华三昧的音是什么 安乐行品 这生安乐 口安乐 义安乐 跟誓愿安乐 这四个 就是我们要讲的 这次讲习的重点 当然最后是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愿成佛道 那在四个安乐 在这个愿成佛道里面 有四个条件 是很重要的 请看讲义 第五页 第四行 the full major foundation of the conditions for the achievement of the法华三昧 就是法华三昧 也就是说你希望快速 你每天念法华经法华经 可是你还要修法华禅观 那要正道大乘的法华三昧 应该具有四个条件 这四个条件出自于 妙法莲华经 法师品第十 他所先收的四个条件 这个请你做五个星号 很重要 我这次讲经 所有人通通都忘光了 这四个要记起来 希望不要忘太多 什么呢 第一个 universal compassion 广大慈悲心 第二个 gentle manner 柔和 第三个 continuous patience 忍辱跟耐性 这很重要 第四个 第四个 as ampleness of our phenomena 要看一切的现象 人事物都是缘起性空的 这样的理解 叫诸法空为座 这段话下面 在第五页的第十一行 我附上了英文 Burton Watson 很好英文翻译 这里面讲 Thus comes once 其实这个我觉得不是翻得很好 应该是翻成 Tatagada 就是梵文原文 叫如来的意思 那关于这一段的经文呢 请看第九行 济诵说 若人说此经 应入如来事 着于如来依 而坐如来坐 楚众无所谓 广为分别说 大慈悲为是 柔和忍入依 诸法空为座 处此未说法 这首济诵 非常非常的重要 请你做记号 也最好把它背起来 你若是Young Generation的朋友 你可以背英文 没关系 这个是说 若有人 不论在家出家 愿意受持读诵 《妙法灵华经》 也发愿为一切的众生 宣说大乘妙法灵华经 要有三个条件 一 进入如来的房间 如来是 第二个要穿如来的衣 第三要做如来的法座 这样子的话 有如来是 如来依跟如来坐 这三个条件 就可以走到哪里 都没有部位 为一切的众生 很详细地分别解说 大乘妙法灵华经 那这个如来是 如来依跟如来坐 是什么呢 如来是代表 大慈悲为侍 比如说像我们大悲中心 一进来 你看有一个空间 这个叫大慈悲为侍 如来 依是什么 柔和忍入依 我们出家人的衣服 袈裟 忍入柔和依 憨山大师说 红尘白浪两茫茫 忍入柔和是妙方 所以任何一个人 要请菩萨道 要记得忍入跟柔和 你看释迦牟尼佛 常不请菩萨 都能够忍 你有什么不能忍的呢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新加坡的联友 其实蛮有福报的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知道很多的联友 可能因为下个月房租 也交不出来很苦恼 有些人呢 因为呢 又要交税 对不对 increasing tax 很头痛的 接下来要想 孩子要补习费 儿女要教育费 生活费 什么都是万岁万万岁 对不对 可是不要这样想 新加坡的联友其实蛮有福报的 你呢 你看每个人都长得圆圆 一放假 讲完经历 不就全世界飞吗 所以大会给我建议 就是考完试的时候才来 为什么 因为考试的时候 孩子很可怜 妈妈 爸爸也很可怜 那没办法 新加坡的姻缘 对 没有人请我讲教育跟佛法的关系 若有的话 我对于全世界的教育 我觉得可以做一些贡献 为什么 新加坡人是很有报 福气 福气 有福就有气瘦啊 对不对 可怜的孩子已经很多了 你不要再责备小孩了 我讲这一段话 我看小孩子会示威游行 说新红师加油 新红师加油 你想第一个 爸爸妈妈不高兴 第二个 生活的压力 对不对 老师要考试 对不对 然后呢 还要分班 其实新加坡的小朋友 是很有福报 不过很可怜的 我曾经跟几个小朋友说 你们考试一年考几次 三次 我说台湾两次 师傅 我可以力不可以转到台湾去 所以 大慈悲为师是没有错 可是你给孩子 我觉得应该主义他的动机 学习的过程 不要逼每个人都一百分 逼每个人都第一名 谁当第二名啊 很多人的压力 也是来自于父母 当然我也挺的 新加坡的父母是很辛苦 都希望最好的给他 但注意 你给他的 不一定是他要的 慈悲很重要 要广大的慈悲心 还要 教他的时候 要有柔和的心 要忍辱的心 孩子的想法 跟你绝对不一样 要沟通 第三 诸法空为座 这一段比较深 要了一切法 必尽空 那文殊菩萨 代表必尽空 观音菩萨 代表广大的悲心 释迦摩尼佛 当常步清菩萨 在这里代表 柔和忍入依 接下来看 释迦摩尼佛 柔和忍入依 请看 这是印度 菩提加爷 贤结千佛成佛的地方 经过五十六亿 七千万年以后 不管经过几次地球 核爆炸 弥勒菩萨 还在这个地方成佛 在西藏金刚寸的教法里 记载 若有人在 贤结千佛成佛的地方 一香花 一灯果 一发愿 一绕塔 一做功德 每一个都增加一百万倍 这是真的 所以为什么西藏 红白黄花 都会在这里 做大法会 第二个 请看 对不起 对不起 请看 下面印度 释迦摩尼佛 这尊佛像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 是弥勒菩萨 亲手所雕的 很特别 大家注意看 弥勒菩萨 是释迦摩尼佛的弟子 当佛为他授祭 你是下一尊佛的时候 他非常非常感念 释迦摩尼佛 他为了报答 老师的恩德 他用泥塑 自己用手 抓地雕了这尊释迦摩尼佛 最后他就跟释迦摩尼佛 告假 入灭 上身 兜率天宫 所以这尊佛像 在考古学里面呢 曾经呢 是确定是 当时佛在世 唯一尊最真实 跟佛长得一模一样的脸的 因为是弥勒菩萨亲自雕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脸 很庄严 很像印度人 对不对 耳朵很大 对不对 很圆满 后来在考古的过程当中 被挖了 最后呢 这尊佛像 目前放在菩提加爷里面的 叫做菩提加爷的 Mahabodhi Temple 叫加爷正塔 所以你会发现 目前 菩提加爷 我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南传跟北传 跟藏传的法师 通通在这边共修 因为南传北传藏传 都是同一个 释迦摩尼伯的教主而宣说的 那我们去的时候很高兴 刚好有这个功德 因为他们认为 这尊是等同于 释迦摩尼伯一模一样的 佛陀的最庄严的 这个佛像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功德 就是可以供养佛的袈裟 我们去朝圣的时候 刚好那个很好心的导游 也跟我说有这个功德 后来我们就买了袈裟 请管理的南传和尚 进去帮我们把 替袈裟 然后回向 和诵经 所以这是非常殊胜的 那你在披袈裟的时候 前面一个袈裟 你可以跟他要回来 但是要多一点 donation 所以这是很殊胜 你看佛这是三十二项 佛面犹如静满月 对不对 我们常常都唱赞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观想 所以我后来在弘法的时候 我很重视图像跟声音 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修行的 而且现代人都很喜欢 年轻人都喜欢看多媒体 声音 其实佛教有广大的资源 值得大家去开发 接下来看这一段 法花心安乐法师品的经文 请看第五页第十七行 这是长行文 在法师品里面呢 是先讲长行文 再讲祭送 这一段很重要 二十 释迦摩尼佛对药王菩萨说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如来灭后 想要为在家出家四众弟子 说妙法莲花经 云和说呢 这善男子善女人 要做三个条件 入进入如来的世 穿如来的衣 做如来的宝座 而时才能够应众生 而广说此经 如来侍者 一切众生当中 生起广大慈悲的大悲心 Universal Compassion 第二个 如来衣是柔和忍辱衣 可见度众生是很难的 你知道吗 度众生你要柔和要忍辱 要有善巧方便 第三要了解一切法 必尽空才能降魔 而广度无量众生 安住世中 然后以不懈怠的心 欢喜的心 精进的心 为过去现在未来 在家出家的大乘菩萨 及世中弟子 可以广说妙法灵华经 所以这段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今天晚上 回这里睡觉的时候 把这个祭颂念个三遍 也能够把它背起来 好 那关于这一段 请看幻灯片 在建筑学上 你怎么表达 诸法空为座 柔和忍辱医呢 很有趣的是 高雄子如临金社 用了高度的智慧 透过艺术跟经文配合 这是一进门口的时候 好 这个 它有第一个 有没有看到 你看到了 这是有角的八角亭 代表了你心 是有棱有角的 被磨练以后 变成第二层 你的心是圆的 有没有看到 这是很有意思的 再来下面看 这个 好 看这是一入山门 叫子竹林金社 子竹林金社 是取之于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国王供养 释迦牟尼佛建金社 佛派阿南尊者 跟舍利佛尊者 去监督 因为舍利佛尊者 没有出家之前 曾经是建筑师 所以他监督 怎么样建最好的讲堂 让僧众安住 所以取之于 子竹林金社 他的对联取的是 子竹开金社 龙天赴法门 接下来 再看下一章 好 这个就是柔和忍入一 看到了吗 一般我们进山门的时候 都是什么 韦陀跟前兰 西藏是四大天王 可是以妙法连华 进来的时候是什么 柔和忍入一 你怎么知道这是一呢 看右上角 有一个圆圈 左上角有个圆圈 就是出家人的袈裟 有没有 然后呢 有二十五条的隔一 有没有 一层一层的 这样子呢 就表示 你进佛门要有什么 柔和忍入一 很高明吧 我这样讲的 一个介绍教义 我是希望 所有的联友 若有机会 现在去台湾观光 也很容易 你可以上网 直接联络到 高雄子竹林金社 然后呢 他们会为你解说 这样子才真正叫朝圣 这个是全世界 东南亚看不到的 只有台湾有 Welcome to Taiwan Free no charge 好 下面一张 进了这个山门 刚才讲这个门 就是刚才看前面一张 是有灵有脚的 表示你的心 是非常刚强的 像滚动的石头 是会 不会长青苔 你不滚动的石头 就是有灵有脚 代表我们的烦恼 袭气是很多的 接下来呢 进去以后 看到了谁 就是 常不清菩萨 有没有 刚才看过 好 进去以后 刚好我们看到 他在上佛学课 标题叫 缘起无我 诸法功为作 刚好他们在上这个课 好 再看 这是常不清菩萨 非常的庄严 接下来再下一张 进去以后 那你看 他们这些都是 佛学班的学生 为我们解说的是 一位国中老师 周老师 我非常感谢他 为什么呢 我请我学生去联络的时候 他说 听问一位法师奖金 而且加上去新加坡奖金 天哪 他三天没睡觉 我说你功德无量 因为三天必他犯 妙法联合法金 再讲一遍 再读一遍 当然他真的是口才非常好 他读过 指竹林金社的初中级高学班 佛学班 然后他就是国中老师 口才很好 然后呢 他讲教义 不对 他讲建筑 有时候我会补充教义 所以我们也很高兴 做成了朋友 接下来再看 诸法功为作 观想一下 这张照片的左边是门 一进来 你看到我们的坐在那边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座位 你到底有没有看到 有 给我一点反应 我们坐的那个地方 叫做诸法功为作 平常是没有人的 注意听 诸法功为作是因 成佛的时候是 菩提加爷的大宝塔 这是果 那记得 法华经我刚才说 一进来的时候 是谁起请的 谁起请 文书施力菩萨奖金 谁 弥勒菩萨 所以你看到这张图像的 右边是弥勒菩萨 看到了吧 很庄严 这是按照 东皇云冈石窟的图像 再请台湾设计的 是同 而度